我的小孩今年五岁 他很好动 动作粗鲁 也经常自言自语 表达能力也很差 给医生检查很健康 但是无法管教他 很令我们难过于担心 请问法师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挽救他们 我们夫妻还没有修佛 在佛法上有没有办法来解决 或者是改善 这个问题要在你自己的信心 佛法在经论里面 常常告诉我们 一切法重新相生 如果你有坚定的信心 求佛菩萨加持 我想会有效果 我们在《安寺全书》里面看到 周安寺巨师 他在佛菩萨面前祷告 凡是不孝的 不好的 儿女 不要到我家来 希望我到我家里来的 都是孝子贤孙 他这个祈祷非常有效 这个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 重要的是要在真诚心 真诚心就能感动佛菩萨 能感动天地鬼神 帮助你这个小孩改变他的思想习惯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